本身市本來是有得升的 但下午回來會控出了業績之後 拖累到市 現在市便輕輕跌回70點 科技指數算結朗得好 繼續有2%的升幅 其實早段升得多一點 曾經升了超過6% 當然大和有一份報告 他說為甚麼氣氛那麼弱 他說人民幣轉弱 亦預計港股短期難有反彈 但是在中共的新領導層 新領導班子沒有短期政策制定方向之前 他建議投資者就無需過度反應 究竟現在的市場是否真的過度反應 還是有些分析還說 其實散戶是還未知鏡的 麥克斯佩怎麼看呢 我自己還有一個散戶 我很害怕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雖然很多股份 其實真的便宜得很交關 但是我自己看 很多東西你不急著去買 就是他突然推這份報告出來 當然他有介紹一些股份 當然不是說股份完全是有問題 或者投資狼緝是不好的 但是我覺得最差的東西就是 你不知道市場的氣氛 或者那些政策方面 會不會真的有些令大家很害怕 或者會嚇走資金的一些東西 會持續繼續去出現 再加上譬如說我們之前說的政策面 監管 動態清零 開不開關等等 這些因素其實一直都未解決 其實港澳口都臭了兩三年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未解決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很急著地搞去買一些股份的 所以你說這次的報告推出來之後 對市的判斷是怎麼樣呢 我自己都是看完 我都是偏僻觀據多了 就不敢說這麼樂觀 我現在說我立即推些股份給大家 好 但經常說港股很便宜很便宜 如果你只看科子 科子好像每天都在創新低 今天叫好一點 半天曾經增加6% 現在叫縮一些的升幅 究竟科子去到這個位置 還有多大下跌空間呢 因為始終這個指數 我們很難說底部在哪裡 問題就是我們就要從大宏觀的 政策或者弘股的消息免費分析 譬如之前大家擔心什麼呢 那個監管平台 擔心不是說國進民退嗎 又擔心科技股 股值過高 美國的中概股的退市 還有這個審計底稿 美國還在檢查 其實一大堆影響著科技股 新經濟股的消息 其實都在市場發酵了很久 這些其實一起發生著 其實現在你看到那個科子這樣跌 其實真的還沒有反映這些消息嗎 其實真的不知道 現在市場上有一班人是認為說 如果真的是國進民退 或者甚至就是完全是搞共同富裕了 做到邏輯就是基本上我買下去 就變成我好像以前買騰訊 我買了增長股的 現在我買了下去好像買了中移動 甚至買了一些國企的電力股 那間公司根本就不完全是為了股東去謀福利的 就是可能我要先跟著國家政策 然後我要就是保障了國家的電力供應 跟著國家的政策全部去行 然後到後來賺不賺錢呢 就懂得隨轉變啦 就自己想啦 那些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會怕就是大家如果你說 變了你買700的假設 那以前我買了700到可能就是25倍30倍PE啦 那其實就是在這個疫情開始之前 騰訊一向都是的了 最低位forecast就是計算明年那個預測 四零度大概25倍就是低利的 那升到可能30至35就可能會很快見頂 連年都是這樣走的 那但是你現在就是過了這樣的走勢之後 那個疫情或者各方面的東西之後 那你會發覺那些股值是全部都變了的 那好像跌到譬如說 如果說回941那樣 大家變了國盡文去700變了國企那怎麼辦呢 那你看看那隻941那隻941現在在派10厘米的 那然後就可能只剩下幾倍PE而已 那騰訊會不會又跌到那些位呢 那大家就在害怕這件事了